这是17岁少女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孪生哥哥紧离开妹妹身边一分钟 妹妹就离奇失踪 直到八天后 人们再次见到她时 她已经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这个小女孩把尸体打了上来以后啊 各个人都心里面都是很难受 特别特别的难受 这是一起令全天下父母都后背发凉的刑事案件 当真相被揭晓的那一刻 你也会觉得凶手就算被枪毙一万次都不解心头之痕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5年1月12日晚上12点 地点广东南凶 这是一个令小凤父母彻夜难眠的夜晚 因为他们正在读高二的17岁小女儿 夜深了都还没有回家 问遍了学校和身边所有人都没有结果 焦急的他们只得拨打了报警电话 南凶警方立刻组织警力 连夜对周边各路段进行地毯式搜索 然而直到次日上午都没有任何消息 警方分析 在此之前南凶市从未有过学生失踪的案例 即便有 最终查明也是乌龙 是孩子贪玩跑到别人家里玩去了 另外小凤属于青春期的孩子 会不会是谈恋爱了 对于警方的猜测 小凤的父母坚决不认同 他们告诉警方 小凤有个双胞胎哥哥 他们在同一所高中念书 他们平时都是一起上下学 小凤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乖巧懂事 努力刻苦的孩子 绝对不可能谈恋爱 更不可能主动离家出走 侦察员随即来到小凤就读的学校进行调查 从老师同学那里得到的反馈也是一样 情况反映的都是相当的一致 他在学校是一个好孩子 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孩子 也没有早恋 也没有其他异常的波动 排除了小凤主动出走的可能性以后 侦察员们的心里隐约有了一丝不安 据小凤的哥哥小明回忆 初始当天他与小凤像平常一样一起出门 可刚走出门口 小明就想起钥匙忘带了 于是他就返回家里拿钥匙 让妹妹小凤在楼下等他 然而当小明取了钥匙下楼 去慰借小凤的身影 小明以为妹妹可能先走一步了 也没太在意 就独自上学去了 随后侦察员调查了小区内监控 以及小区外道路监控 一对打着蓝雨伞的学生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小凤的父母一看 确定其中一个就是小凤 然而当警方找到监控里的学生一问 才知道 只是身材样貌相似的同学而已 时间一晃就是三天过去了 警方加大警力搜索 尝试过多种办法 却依然没有半点小凤的消息 这让参与寻找的所有人心里 都郁家感到了不安 小凤失踪后流言四起 人们开始恐慌 特别是学生家长 几乎家家都会亲自接送孩子 或是学校门口的交通压力 也是非常的巨大 当时是出现了一些流言飞语 说是我们这里一连几天 失踪了好几个女学生 然后在哪里找到尸体 然后又没有器官之类的 然后又说这个挖鼻子 挖眼睛呢 哎呀 听到我们感到这个压力非常大 连日来 小凤失踪案毫无进展 警方决定从头梳理案情 小凤的父母 本是周边老师本分的农民 两个孩子从小读书就很刻骨 也非常的争气 更是凭着优异的成绩 双双考入了南雄最好的高中 为了两个孩子的未来 夫妻俩花光了半辈子的积蓄 卖掉农村的房子 在东坪西凑在市里买了房 守在孩子身边 如今小凤已经失联三天 在这三天里 小凤的父母心如刀割 警方知道 这种情况下 小凤极有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话说回来 小凤的失踪是因为遭人绑架吗 显然不是 三天时间过去了 没有接到任何勒索电话 况且小凤的家庭情况 也并非绑架的好目标 那小凤会因为学习压力太大 而离家出走吗 显然更不可能 小凤是班里的学霸 又是听话的好女孩 是绝不可能离家出走的 专案组决定 从小凤的孪生哥哥 小明口中找线索 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细节 因为毕竟小明是最后一个 与小凤接触的人 然而当侦察员 向小明询问当时的情况时 小明却因深深的自责 而显得情绪非常低落 甚至不愿开口说话 老师和同学们也证实 小明本来就是内向的孩子 再加上妹妹眼睁睁在她面前消失 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为了案情的推进 警方找来心理专家 对小明进行心理疏导 终于 她慢慢回忆起了 当时一个被忽视的重要细节 她就回忆了一个重点 那重点就是 她妹妹比她先走之后 她在小明家里下落的这个过程 到了 到了三楼和二楼的平台的时候 她似乎看见有个黑影 然后有一个寒声 然后她下到一楼的时候 也听到有一声 金属的碰撞的声音 当时她给我们传认了一个这个情况 两兄妹的家 是那种几栋楼连在一起的建筑 二楼全是杂物房 一楼全是车位 小明回忆说 当时她与妹妹分开的时间 仅仅一分钟而已 她从三楼取了钥匙 就往楼下跑 听到了一个金属碰撞的声音 并伴随着一个喊声 警方分析 极有可能是二楼杂物房铁门的声音 侦察员反复模拟实验 计算两人分开的时间 当时我们是走了五遍了 平均这个时间差来讲 12秒到15秒这样子 我们掐着秒倒算 一分一秒都算 看看她妹妹 与她哥哥之间 这段距离 能不能离开小区 能不能离开她哥哥的事情 然后最终得失的结果是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 她妹妹是 绝对不能离开她哥哥的事情 也不可能离开她哥哥的事情 反复模拟试验以后 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那就是 小峰当时就在小区内 换句话说 小区内有人掳走了小峰 并将她关在小区某个地方 按照这个思路 侦察员重点排查了小区内 以及周边所有住户的人员情况 及交通工具使用情况 根据小明的回忆 二楼人影 海生 金属关门上 警方决定重点排查二楼 当排查到第三间杂物房的时候 有了惊人的发现 开到第三间采访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现场 当侦察员将雨伞交给小凤父母 辨认的时候 小凤母亲哭了 他十分肯定 这把雨伞正是小凤当天随身携带的 警方立刻传唤了这间杂物房的业主 曾某 据调查 曾某59岁 有个重病的妻子 还有三个已经成家的孩子 此人是个生意人 很有钱 在南雄有两套住房 还有一辆小轿车 对于警方的讯问 曾某显得非常抗拒 关于蓝雨伞 为何凭空出现在他家的杂物房里 他说毫不知情 至于案发当天 他说他一直守在妻子身边 也就是在另一处住房 后经警方调查 曾某也的确没有撒谎 那这间杂物房的钥匙谁在保管呢 原来杂物房的钥匙共有两把 一把在曾某自己手里 还有一把在三女婿党某手里 党某这小子喜欢养狗 这间杂物房 就是这小子养狗的地方 党某是个外地来的上门女婿 三女儿 在这里养了一只狗 三女婿 每隔一天 或者两天 就要到这个 就要到这边的小区 这边的房子来喂狗 据警方调查 党某平日里游手好闲 除了不干正事以外 啥都敢干 案发当天 小区内曾有人见过的 2015年1月17日 警方找到了党某 并对他进行依法传唤 传唤他的时候 党某是出奇的证据 反倒是他的妻子 对我们大喊大叫 你们凭什么 我老公到底犯了什么 但是党某是相反 也不问我们干什么 他只是穿着衣服 就跟我们走 在局子里 民警的问题 其实也很简单 案发这几天 你到过哪里 去过哪里 做过什么 党某很镇定 对大如流 显然像是在家里练习过的 然而他每天 就像是复制粘贴一样 机械的活着 显然不像一个正常人 但这小子的从容 确实让警方 一时半会儿也拿不下他 为了击破党某的心理防线 警方决定从监控里找答案 很快警方就发现了一场 小凤失踪当天晚上九点 这小子穿着雨衣 骑着摩托车 不往家的方向走 偏要走一条相反的方向 到了我们比较偏僻的 河南桥那边 然后突然之间又折回了 折回之后一直沿着河边走 走到我们那个位于交通局那个位置 又停下来了 然后在那个死角那里 他消失了有 大概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左右 当他再出现在视频的时候 他当时是摩托车站是关的 在出现的时候摩托车站是打开的 这段监控里显示 党某是当晚九点多离开的小区 然而党某在笔录里却多次强调 小凤失踪那天晚上六点左右 他在杂物防卫狗 七点就出了小区 党某显然是在撒谎 在监控证据面前 党某终于低下了他的狗头 供述了他的犯罪经过 2015年1月12日下午六点 他刚从杂物房喂完狗出来 就发现了独自站在楼道里的小凤 他突然心生歹念 上前捂住了小凤的嘴巴 并将小凤拖进了杂物房里 因为害怕小凤喊叫 被小明听见 于是他使出了吃屎的力气 最终将小凤活活捂死 并对尸体干了人神共愤的恶事 到晚上九点过 党某将小凤的尸体 放在摩托车上带离了小区 最后将尸体抛入到南雄珍江河内 根据党某的供述 警方发动了所有力量 包括当地所有渔民 分成早晚班 经过四天的全面打捞 于2015年1月20日下午 小凤的尸体终于被打捞上案 这个小女孩把尸体打捞上来以后 各个人都很沉重的那种 感觉到就是好像心里面都是很难受 特别特别的难受 案件终于告破 毫无人性的党某 必将接受法律的严惩 只可惜小凤再也回不来了 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晚安马克巴特 晚安元宝们